爸妈老了,终于决定离婚 进入老年的父母决定离婚 是越来越多人正面临的现实 中国北京曾公布一组数据 2016到2021的五年里 受理的离婚诉讼案件中 将近一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而在韩国,早在2012年 50岁以上夫妻的离婚率就超过了年轻一代 上周,我们发起了一次征集 试图探讨当一对夫妻在老年时离婚 他们和子女会经历什么 我们收到了近200份网络上的回复 关于老年离婚的讨论 更多是鼓励和佩服的声音 离开一个不合适的伴侣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但实际上,身处其中的人 所面对的远比想象中复杂 在近200份征集中 我们发现,有母亲一方明确提出离婚的 是父亲一方的两倍 父权制社会结构下 女性在婚姻里承受着更多的损耗和挣扎 当为人父母的责任结束 往往也是母亲更迫切地想要逃脱 开启新人生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 在新的人生开启时 父母都已不再年轻 而子女也在糟糕的家庭关系中被围困了太久 一些伤害不可逆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 尤其是孩子 哪怕他们已经三四十岁 也经历了自己的婚姻和亲密关系 但那些阴影和伤害可能终身都无法抹除 更现实的问题是 亲生活的重建也并不都如想象中的轻松 还有更多细碎的问题 比如更高的养老成本 比如面对父母某方陷入潦倒孤独的生活 子女也会承担起更多 父母们老来离婚的话题背后 其实是两代人对于爱、亲密关系、家庭 以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好好的过完一生的切夫思考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我们在黑暗里困了太久 老来离婚的夫妻 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 无比磨损人心的生活战争 最终在孩子长大成人后决定分开 这时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但好在一个错误结束了 新的人生真的可以开始了 At Monica 32岁说 我30岁那年父母离婚了 他们俩都是体制内 60岁退休 退休当年离的婚 从决定离婚到通知我到手续傍晚 就一个月 他们是典型相亲认识 然后结婚的60后夫妻 我爸是甩手掌柜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妈妈操持 我妈不是逆来顺受的类型 我从小到大 他们始终战争不断 爸爸家的亲戚一直在劝离 妈妈家的亲戚一直在劝和 我家在中间 里外不是人 我一直以为我高考结束后 他们就会分开 但是他们还是挨过了我大学毕业 研究生毕业 工作 结婚 买房 定居北京 在我的人生都利利索索 开始新阶段了 他们才决定不必再忍耐 离婚后 我妈在电话里跟我续道很久 她需要一个出口 发泄这些年在婚姻内的消耗和不甘心 我爸在电话里也哭了 毕竟三十年太长 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年呢 我们三个人都在这三十年的黑暗里困了太久 现在他们都过得很好 我妈每天荣光焕发 健身房健身 带着姥姥出去旅游 一年中还时不时来北京陪我小住 我爸本来就不是个顾家的人 这几年和他通话的次数也不多 但也是挺逍遥自在的 东北海南两头跑 上个月老公的奶奶过世 我们回家奔丧 我父母还坚持要在这种场合给我正面子 处理丧事时 他们都一起露面 帮着忙前忙后 两个人也能客客气气地聊聊天 寒暄一下 父母离婚对我来说不是世间末日 而是一个人生的重启选项 阿特阿国33岁说 既是起父母便一直争吵 妈妈很好强 爸爸温柔 但在家里比较沉默 爸爸是风花雪月的人 从小就有各种阿姨喜欢 我妈妈非常严肃 尽管是彼此的初恋 但他们的原生家庭完全不同 妈妈在农村长大 小时候吃不起饭 上不起学 父亲在城市长大 不算大富大贵 但奶奶把他照顾得很好 双方价值观完全不同 印象里我妈妈老是发脾气 每次暴怒 爸爸就一走了之 等我妈睡着再悄悄回来 考上大学时 我坚决要出省离开家离开爸妈 直到十年后才重返家乡发展 这十年我经历了出国 离婚 失业 回到家发现父母依旧貌合神离 爸爸还是不回家 妈妈爱他但不会表达 经常把他越推越远 也会把焦虑传递到我身上 直到前两年 他们终于决定离婚 面对他们离婚 我第一感受是 他们终于可以解脱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更解脱 现在 父亲已经在婚 母亲 一直保持单身状态 精神绝朔 但偶尔有些落寞 依旧嘴硬 我自己经历过离婚后 再看爸妈离婚 会觉得 人与人在一起都是缘分 也是业债 有时候还清了 缘分也就散了 无论什么状态 希望大家都能开心 阿特匿名的南瓜30岁说 母亲退休后 和那个比他大一轮的第二任丈夫离婚了 虽然很意外 但也如释重负 意外的是 这些年 我一直在反复劝说他做这个决定 在我以为他可能步入中老年 就这样木然接受现实的时候 他偷偷离婚了 三个月后才告诉我 离婚后我母亲独自生活 家里有一只猫猫陪他 我在外地工作 会定期回家看望他 他也有一些关系好的姐妹 有时候会周末聚会 那个男的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从母亲的曲折情感经历中 我学到了要时刻保持清醒 做自己生活的掌舵者 不可以把幸福交在别人手里 避免深陷泥闹而无法脱身 爱的学儿时 习之38岁说 爸爸的终极梦想是做个和尚 终于在完成所有的家庭责任 并且到了退休年龄之后 选择圆梦 我觉得这件事终究会到来 只是早晚的问题 我支持父亲的决定 我觉得一个人能一生圆一梦 是了不起的事 信仰有极大的力量 我尊重父亲 他尽力帮助了所有能帮助的人 尽了人伦所有的本分 问心无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很棒 阿特求回本35岁说 在我21岁的时候 父亲出轨有了小孩 所以父母离婚 刚离婚时 我父亲过得非常开心 无论事业还是进入新的婚姻 都觉得是自己的理想状态 但后来 他的脾气越来越糟糕 生活也过得一地鸡毛 我妈妈刚离婚时得了抑郁症 但现在完全走出来了 心态越来越好 跳出了婚姻 反而自在变成了周边小姐妹 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但我直到近两年才和自己和解成功 本来还在质疑 父亲执意离开我们 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他理想中的小孩 后来觉得我父亲本身就不适合婚姻 21岁的时候 我肯定不舍得他们离婚 但现在35岁了 反而觉得很庆幸 我和妈妈过上了想要的亲近生活 反而我替我父亲的小孩感到可怜 这辈子可能都要忍受我父亲的坏脾气 结婚自由 离婚也自由 不适合早点分是好事 长远来看 离开一段有毒的关系 对孩子也是好事 不要想着自己离婚 好像是便宜了那个插足婚姻的人 就让他们锁死吧 离婚后物质方面的减少 远远比精神上受长期荼毒划算 Adki42岁说 我爸爸结过三次婚 我是他和第一任妻子的女儿 他三次离婚的年龄分别是27岁 56岁 63岁 因为不生活在一起 他老年的两次离婚我都不知道 他离完之后才告诉我 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好像看到超市又张贴了什么促销海报一样 爸爸离婚后的生活依然精彩 抱老年团旅行 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去 目前已经去过两次西藏 也有不少红颜知己 和各种阿姨聊得火热 每个人都需要亲密关系 需要伴侣 但不一定需要婚姻 只要心态摆好 放轻松 婚姻和家庭真没那么重要 Adki要上述48岁说 我的父母目前分居中 我公婆已经离婚五六年了 先说我公婆吧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4年 在我眼中是完美夫妻 但我婆婆快70岁的时候 毅然提出离婚 我虽然觉得公共有时候挺招人烦的 但没想到婆婆如此坚决 不留余地的离婚 离婚后 我婆婆一个人搬了新公寓 跟朋友们一起旅行 过得很开心 再说我父母 我母亲也是快70岁的时候 坚决要离婚 但是我父亲死活不同意 折腾了几年也没离城 我母亲现在自己搬出来 属于分居状态 但她说自己住之后 舒心多了 年轻时 我觉得离婚很丢人 现在经历了两对老人的离婚 分居 事实证明 就算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也可以分开 离开肯定也是为了自己剩下的日子 开开心心 至少不再生闷气 我对自己的婚姻也是这个看法 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 除了变化本身 阿德恒河沙36岁说 从我既是起 就有爸爸追着妈妈打 我追着爸爸护妈妈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持续到送我上大学那年 妈妈说她不离婚的理由是 她一个人拉扯不了我 我说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花 我早点赚钱 只求你们离婚 但妈妈不仅没有离婚 还生下了弟弟 我只能希望自己早点离开这个家 后来他们年纪大了 爸爸老了 没有力气了 妈妈开始对他年轻时经受的不公 进行非常扎实的报复 拿走了爸爸的银行卡 把他打发到我的城市来 美其名曰是来帮我装修房子 实际是让我养着爸爸 终于 他们决定离婚 终于放过彼此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哭了很久 想了一下大概是在哭我的童年 别人的童年都是美好的 但我的童年不是 现在 我只想要平平静静地过我的人生 我有能量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有能力过好我自己的人生 阿特小薇40岁说 我结婚第二年怀孕 婆婆为了将来方便照顾孩子 提出在我新房小区再购置一套房子 她和公公一起搬过来 避免日后住在一起产生矛盾 因为选房和房价问题 她和公公意见不统一 公公甚至反悔不愿买房 婆婆非常明示力 表示坚决不能住在一起 必须买房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两人协商无果 公公最终恼羞成怒提出离婚 婆婆嗷不过 同意离婚 结婚初期 我对公婆的感情不了解 一开始觉得震惊 但听老公说 公公一直以来在家为自己独尊 不可一世 从来不听他人建议 他们的矛盾已经压抑得很久 买房只是导火索 后来 我和老公一起做婆婆的后盾 支持她离婚 且拿到自己应得的财产 公公一直在外地工作 不停相亲 短暂相处过几个女朋友 和我们很少联系 婆婆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帮我们带孩子 打理家务 现在孩子大了 她安享老年生活 和朋友旅游聚会 平日三病两痛 都有我们照顾 他们让我看到 无论何时何地 何种境遇 一定要做自己 一旦觉得对方跟自己三观不合 尽早分开 离婚后 妈妈终于过上了理想生活 通过征集 我们发现在老年父母的婚姻关系中 提出离婚的 大多都是女性 在被不目的婚姻消耗多年后 她们终于决定离开 开始了自己选择的 更快乐 也更精彩的生活 艾特宇文30岁说 父亲60岁 母亲56岁时 父亲出轨 被要求净身出户 一开始 有一种这一天终于到了的感觉 随后渐渐的 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时常想 如果我是个男孩 如果我做得再好一点 是不是他们就不会分开了 离婚后 母亲四处旅游散心 父亲和女友同居 上次见面的时候 拉里拉搭 有些难过 两块不合适的拼图 一开始就不要放在一起 阿特南风说 爸妈婚后的23年里 我妈妈的生活 一直被阴云笼罩 家暴 精神控制是日常 我和我哥的童年 也一直在被打压 被辱骂和家暴的阴影中度过 在妈妈49岁的那一年 一个极寻常的清晨 她简单收拾行装离开家 搬到几年前买的第二套房子 开始独居生活 她在下班之后坚持瑜伽 撸铁 羽毛球 在一段没有人需要她操劳 负责的世界里开启了新生活 整个人呈现出少女般的青春和活力 反而我爸在这五年里迅速衰老 憔悴 精神接近崩溃 今年端午 他们终于开成布公的洽谈离婚事宜 他们再一次面对面 状态却好似两代人 我感受到我爸垂老无助的绝望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 无法言说的孤独 我支持我妈妈的决定 这五年里 她承担了太多的压力和非议 但是她都扛住了 她坚决要与惨烈的婚姻割席 也是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面对任何选择 不要将就 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妈妈年轻的时候 在外婆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哪怕是打个地铺的位置都没有 因此她才通过相亲迫不得已 匆匆嫁给我爸 为了我不重蹈覆辙 她坚决支持我买房 让我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让我明白任何人都不可以成为寄托 能够陪伴我的只有自己 Atki 34岁说 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后第四年离婚 我妈提的 原因是她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想再像仆人一样一直伺候我爸到老 我很支持 希望她们各自都过得自由快乐 但她们是离完才告诉我的 我落寞伤心了很久 感觉自己再也没有家和港湾了 离婚后我妈每天公园玩 谈恋爱旅游 带孙子 越活越年轻 现代婚姻 也许真的可以是短时效的合作 不用强行坚持一辈子到老 Atmiya女27岁说 打我既是起 我爸妈就在为离婚做准备 所以当他们真的离婚时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涟漪 离婚后 父亲搬回老家生活 母亲也开始了过去不曾享受的人生 除了正常的上下班 他报考成人高考 读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他们只是两个不合适生活在一起的人 后来在疫情期间 外公的身体不太好 父亲在来我们城市出差的时候 还会顺道看望外公 后来他仍然以女婿的身份 出席了外公的葬礼 现在他们也会有一些日常的问候和沟通 做不了伴侣 可能可以成为朋友吧 At小成28岁说 离婚的不是老年父母 而是70岁外婆的好朋友 老太太想离婚 老头不干 孩子也不同意 说都70多岁了 过了几十年 还有什么过不下去的 闹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人搭理这位想离婚的老太太 都无视她 等她自己掩旗息鼓 但今年过完年之后 老太太找了个养老院 自己住进去了 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 养老院一个月3000 几乎是all in 但是老太太很快乐 既然离不了婚 那就换一种方式分开 终于 她不再是别人的老婆与妈妈 而是她自己 尽管老人的圈子里 对这件事有很多风言风语 但外婆还是默默支持着她的好闺蜜 忘了说 我外公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我外婆已经过了十多年的痛快日子 好东西吗 自己体验了 一定也想安利给自己的好朋友 老太太在养老院生活得挺开心 老头却在家里被孩子嫌弃 听说 孩子甚至想换一换 把老头送去养老院 老太太接回来 在当下 家庭 婚姻 性 爱情 孩子这几个选项 都是可以单独选的 不必遵循社会规训里 恋爱结婚生子的进度条 只要是自己想过的生活 那就值得一过 at金甜甜37岁说 66岁的母亲是在今年春节后 做出离婚的决定 这是她的第二段婚姻 在短暂的二婚蜜月期后 母亲遭受着长达十年的冷暴礼 原本她已任命 现在无声婚姻的漩涡里 但今年春节后 她突然告诉我 她的人生不应该毫不挣扎地 止步于此 于是 她平静地提出离婚 离婚后 活泼的情况不是太好 听亲戚说 她一直在后悔 不应该同意离婚 因为她的身体不太好 现在没人照顾 但母亲参加舞蹈班 参加合唱队 虽然没有很高的退休金 但她依然打算慢慢来 一点一点去完成那些梦想 List 我很支持她的决定 我想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六十来岁 还有勇气颠覆生活的女人 我既惊讶又佩服 这也让我意识到 有一个稳定的 坚定的自我认同 可能是比处在什么状态 更重要的事情 麻木 松了一口气 但很难释怀 当吵闹了一辈子的父母 终于决定离婚 很多读者都写下了相同的感受 我已经麻木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替她们高兴 但是 糟糕的婚姻虽然结束了 糟糕的家庭关系下长大的孩子 那些伤痛和影响 却始终都在 而T奥女25岁说 父母一直感情不好 从小就看着她们吵架 吵上头的时候甚至还会推嗓 妈妈觉得嫁错了人 想要有重新追求幸福的机会 但是爸爸一直不肯放手 在她的传统观念里 一辈子打拼为了这个家 怎么就要散了 最近几年爸爸在国外工作 很少回来 即使回来也争吵不断 妈妈以两地分居 没有情感为由 闹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书上是不同意离婚 希望能好好谈谈 上诉失败后 他们还没离婚 但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感觉是回不去了 父母的感情对我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至今也不会去爱人 因为我没见过什么是爱情 我甚至担心未来另一半 会因为这件事情看不起我 因为我原生家庭不好 我很羡慕别人 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每次看到电视里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 有说有笑的情节 我都会落泪 那是我奢求不到的 我甚至希望保住这个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很难接受 但又很能理解 我不知道未来我的婚姻会如何 又会受多大影响 但至少此时此刻 我是能感受到自己心里的创伤 AtQ在27岁说 大学毕业后 我回到南方的家乡县城 一回到家 爸妈就开始催婚 我以为这和大多数家长一样 到了年纪就开始催婚 直到2022年我结婚了 婚礼仪式都办得风光妥当 但是婚礼结束后的几个月 我妈告诉我 她想和爸爸离婚 她说这个想法其实从我高中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 只是想让我人生的几个重要的节点 不受影响 比如高考和结婚 我一开始十分抗拒 极力反对这个决定 毕竟一直觉得父母十分恩爱 一下子感觉自己被骗了好几年 但他们还是坚持离婚了 住在一个小区的两套房子里 现在我回家的次数很少 和老婆每个月回去一两趟 匆匆吃完饭就走 不过在经营了自己的婚姻后 在回想父母这些年的伪装 我觉得他们真是超人 阿特大树36岁说 我读研期间 父亲就窜度母亲去做试管 母亲不一 后来他找了比我大几岁的女人 给他生了儿子 那个孩子快出生时 我父母离婚 母亲搬到我的城市 在离我20公里的商圈买了小公寓 我和父亲已经断联 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 他在快60岁时 因为想要儿子而出轨 和我母亲离婚 让我有种强烈的被骗了的感觉 阿特喝了一杯普尔茶 41岁说 父母在我35岁左右离婚了 他们有权过他们想要的生活 这是他们的选择 但确定他们离婚后 我还是哭得很伤心 觉得那个家没有了 母亲刚离婚抑郁了两年 后来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经常旅游 婚姻需要好好经营 没有人是天生准备好匹配你的 阿特何希43岁说 父母从我季时起就开始吵架 尽管结婚离婚高达7次 但因为抚养我而一直维系感情 直到我工作后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 大打出手最终永久分开 直到他们最后一次彻底分开 我已经麻木 现在母亲和我生活 我父亲和他女友生活 因为父母的这种经历 我至今对家庭没有信心 也一直未婚 阿特仙罗猫47岁说 2007年 我爸提出来要和我妈离婚 当时 他们两人已经71岁 我和姐姐有些吃惊 但也认为他们分开过会更好 于是开始劝我妈同意 法律上 我爸可以起诉离婚 但最终为了说服我妈 在财产风割上他净身出户 他们是1966年结婚的 结婚证早已遗失 当时的民政党也遗失 所以在离婚当天先补办一张结婚证 紧接着再办离婚证 我和姐姐看着结婚证 及离婚证上的双人照 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 仅存的合影 如今17年过去 我爸妈都是独居未在婚 身体状态也很好 两人都年近九旬 生活都可以自理 我爸每天散步一万步以上 我妈自己包饺子 烙饼 蒸馒头 俩人的关系像略有些嫌弃的亲戚 有时是必须帮忙的 但平时也是必须吐槽的 他们对现在自己的生活都很满意 他们一直在吵闹的婚姻 给我带来了很多伤害 直到现在 我依旧对亲密关系有下意识的抗拒 不论是丈夫还是朋友 我似乎总是一种随时收拾好行囊 以便在受到伤害之前就能抽身离开的状态 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 从不跟任何人分享 但我也很感激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用尽了最大的能力爱我和我姐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现在非常能体谅他们的不义 也同情他们的不幸 生活不是爽文 离婚也没那么简单 人们总是乐于赞颂那些 即便已经不再年轻 但仍有勇气开始新生活的人 只是生活的复杂远超我们的想象 很多读者都写下了类似的故事 父母已经被彼此消磨殆尽 但因为种种原因 父母仍然没能分开关于这个话题 也是真相的一部分 毕竟真实的生活 从来都不只是爽文 at叶叶28岁说 我爸妈还没有离婚 小时候爸妈吵架 妈妈总是泪流满面跟我说 如果不是为了我 早就跟我爸离婚了 我长大后很少回家 但是只要一回家 就又开始被迫担当家庭判官的角色 饭桌上永远互相指责 喋喋不休 他们的婚姻状态影响了我对关系的态度 后来我谈恋爱 心理矛盾纠结 想要又很害怕 还没有结婚就计划着怎么离婚 因为不想在婚姻里 变成我妈那样心有怨恨的样子 其实人最终都是跟自己一个人过的吧 找到了自己就能独立 而我妈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意识到了却还没有学会 如果有一天我妈妈能够离婚 我会很高兴 人应该学会爱自己 而不是期望别人来爱她 而我也终于可以不再承担 我妈妈婚姻不幸福的责任 at花匠31岁说 准确来说 我爸妈还没有离婚 我妈想要离婚很久了 按照她的说法 为了我才一直没有离婚 两个月前她告诉我 她终于决定了 因为我已经结婚生子 她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在我感慨她终于想通了 帮她理清了所有流程手续之后 她又说 要不等等 等到你爸办完退休再说 从我记事开始 我爸妈的婚姻就没有愉快的回忆 争吵 冷战 分居 目前分居已经超过十年 我不明白这段婚姻持续的意义是什么 我爸妈的婚姻结构是女强男弱 由于男方的懦弱懒惰无能 女方不得不支撑其整个家庭 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这么多年 我爸没有稳定的工作 我妈一直在帮她交社保 我妈不是没有物质能力独自生活 但她在精神上非常依赖一个较佳的概念 我觉得人只有主动离开一段不好的关系 才能得到救赎 但我不能用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来要求她独立自强 我只希望她能先迈出第一步 因为一旦脱离了那个糟糕的环境 她有能力过好自己接下来的生活 艾特木棉52岁说 我爸年轻的时候被我奶奶惯坏了 结婚后我奶奶还专门跟我妈说以后要照顾好我爸 后来奶奶去世 妈妈退休 开始各种看我爸不顺眼 两个人见面就吵架 要么就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出去玩过 我看着不对劲 主动跟我妈说 如果她想离婚 我无条件支持 毕竟我妈还有几十年的人生要过 自己开心最重要 但我心里也知道 如果他们真的离婚了 我爸会惨一点 毕竟她从小到大都被妈妈和老婆照顾得很好 不需要做家务 我妈当时没说同意还是不同意 但是最后用行动表明她忍下来了 直到前几年事后病榻上的我爸 直到他离世 我自己后来的婚姻也不顺利 直到38岁赏婚两年后也离婚了 但是经历过自己的婚姻我才知道 如果婚姻带给自己的不是开心 而是烦恼甚至痛苦 离婚是最正确的选择 艾特方方40岁说 我父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离婚 我爸生命最后几年得了老年痴呆 母亲虽然痛苦 但依然坚持照顾一直到送走他 我爸走了之后 我和哥办他的身后事 买墓地时 我妈很认真的对我们说 以后他走了不想和我爸葬在一起 还要离得远远的 我想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一种离婚 我和哥都没有反对 我们深知我妈这么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她太苦了 我和哥一句劝说的话都没说 我甚至希望 如果我妈当初没有嫁给我爸 而是嫁给他喜欢的另一个人 他这一辈子或许不会过得这么辛苦 艾特二锤26岁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就问过妈妈 你为什么不和爸爸离婚 我爸要求离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最近的一次已经到了民政局大门口 去年年初 我爸出轨了住家保姆 被我妈亲眼撞见 之后 妈妈陷入了严重的抑郁 需要长期不间断服药的事实 也让他醒悟到 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最终只有自己能够负责 他也觉得自己在患病期间 没有得到足够的体谅和爱护 这种状况也可能会让病情反复 因此决意离婚 离婚后 他们仍然居住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 我爸说自己要去领结婚证了 离开后就没再回来 一周之后 我偶然跟妈妈视频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没有理智的样子 他说过去一星期 他都一个人待着 没有人跟他说话 他要去把我爸找回来 不然他就要跟别人结婚了 他说自己这个年纪去找对象是不可能的 没希望再有别的伴侣了 结果是 他们现在仍然住在一起 像夫妻一样 像以往的三十多年一样 我无法苛责我妈 身为女性 她经历了她的时代的规训 经历了漫长的亲密关系里的纠结和挣扎 是这些塑造了她的能与不能 但我已经与她们完成了精神上的分离 我不再认为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家庭了 我的家在我选择的地方 在我建造的地方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 感谢 感谢